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讨论到说 如果我们找保险公司 或者经济公司的业务员 产生招揽纠纷 要怎么处理 那除了保险公司 经济公司各自要负责之外 也要告诉你 还有个地方你可以去申诉的 或者去求助的 那就是由现代保险 教育事务基金会所成立的 保险教育服务中心 电话是0288665238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 上班时间 您都可以打电话过来 顾问都是义务的 都可以帮助你 因为这个基金会 已经三次得到 教育部跟台北市 中央颁发的 推展社会教育贡献团体奖 所以顾问都非常热心 平常你也可以上 新来保险资讯网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不管你是跟经济人公司的问题 或者跟保险公司的问题 各位们都会协助您的 这样你有听到吗 不 好 那我们要回来讨论的就是 当然现在就是毕业季了 那很多年轻朋友 都非常积极也在找工作 那其中当然 如果以保险业来讲 很多朋友会想说 因为我到底是经济人公司好呢 或者保险公司好 那我来问三位你们 答案应该都是经济人公司 比较好吗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听到 比较持平的生意好不好 李总你先说 特别因为我刚才说的先实在 基本上如果是在一二十年前 因为说起来 那时候经济人 连人说没人听的 所以一般来说 像要从事所谓的 保险业务的行业 一般都会跑保险公司 可是经过这近十年 有时候你一毕业 就会进入到经济人 那我觉得是比比皆是 那如果以现在来讲 我是觉得整个风气在经济人的部分 如果想要去了解的话 那经济人在了解的部分 会比较更深入 只是差别是说 你可能要认识更多的商品 可是有一些 有一些教育训练 当然它是比较 focus在几个重点的部分 那如果当然选择的话 当然经济人选择会比较快 这是我的感觉 我比较客观地讲 因为我在保险公司待了十几年 也在经济人待了十几年 那我想说两个不同的地方 是选择的多样性 我想说学习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保险公司 它是有很规矩 我到保险公司 从业务员开始慢慢的竞争 它非常规矩 希望稳定性的 其实在保险公司发展是可以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投保率太宽了 已经投保率已经非常高 所以客户的选择已经 单一家保险公司 已经没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就被移动到保险经纪人 因为保险经纪人 选择的商品就多了 除了商品多之外 它有一个东西非常棒的地方 叫客观性 什么叫客观性 就是当我在提供给客户保单的时候 或者商品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很多家 找到最好最便宜 那保险公司慢慢的 也会开始做市场区隔 所以我现在 我这家公司只对于 所谓的医疗保险 我只专精在医疗保险 我这家公司专精在定期险 我这家公司专精在投资品保单 它会分开 那保险经纪人做什么事情 就是挑最好的给客户就对了 规划好了 挑最好给客户 这个你的客观性就会变 那再来是 经纪人的发展性 也会比较宽广 因为他可以多样性的去学习 可以做理财 做规划 做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都认为说 要在合法的角色里面 去帮客户做这个规划 廖董在保险公司待更久了 我待24年 开公司开了8年 我的看法是看缘分 因为虽然我们都说 到经纪人公司是最好 也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业务员他进来的管道 也就是说 你认识到经纪人 就到经纪人 认识到保险公司的重源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 那不可否认 保险公司的资源比较多 现实情况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我想是各企首席 也就是说 我们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 需要的地方 所以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在讨论 产销分离 将来有没有可能说 保险公司 我就负责生产商品 我做合保 我做投资 管理这些东西就好 我把销售的部分委托给 就是说经纪人公司 或代理人公司 事实上在美国 在欧洲 是走这条路 台湾因为人口密集 所以大家觉得说 我找保险公司的优务员 或经纪人公司优务员 差不多 可是如果说 人口没有那么稠密的国家 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在台湾来讲 目前是刚好各级首席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就是绝对的优势 现况也不见得 所以我想 我是站得比较客观的角度 因为我待过保险公司很久了 我清楚 怎么会说 今天会走到当经纪人公司老板 也是缘分 也是缘分 我这一切都是缘分 不过我这样问好了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 就是说在公会里面的业务员登录人数 很显然这些年来 经纪人成长的速度 比寿险公司要来得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看的比较多是 像两位或三位 这样子从保险公司 有经验以后再转到经纪人公司 可是我们极少看到 从经纪人公司做完以后 回去保险公司 很少吧 还是有 只是比例比较少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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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从这边转到 经纪人这个跑道来的比较多 从这个跑道转回去那边比较少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真正原因 我讲一个比较实在话 保险公司的考核比较严格 经纪人公司 因为它的公司可能 能力数就不多 所以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考核 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会想说 我找一个不考核 然后不规范 他们严格的公司来生存 那我有case 我现在就报 可是保险公司不行 它基本上 它考核跟各方面规范 它会常严格 所以你哪有可能说 很严格跑到比较轻松 比较松一点的 那我现在做得很好 我又回去比较严格的 不会这样做 我想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这一点 主总 我想两位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我感觉应该是 你有时候因为第一 当然我们廖东讲的 这我绝对会做认同 另外还有一个 你本来卖一家三品 本来只卖一家保险公司的三品 3C大卖场说别 你剩下一个部分 对 你3C大卖场 剩下一个牌子 对啊 你纯不吃东西 你怎么对客户做交代 他到时候来说 你还会有办法上 你纯不是我卖 现在是我卖 就说 因为这个最好 那客户性又不见了 所以 那些人说 吃好吃关系 菜质 菜色很多 对啊 现在也向上说 我回去吃客饭 对啊 吃一套简单的东西 对啊 可能就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 怪怪的 因为对客户也不太大 好 但是不管怎样讲 给我们年轻朋友建言 如果是真的要到 经济演公司工作的话 要注意什么事情 或者自己应该怎么选择 这答案应该就不会一样了 从事保险这个工作 我只要讲 保险是一个 社会的一个行为 不是一个 纯粹是商业行为 他一定要有想法 有一个理念的想法 如果他没有理念的话 他来做的 刚开始是赚不到钱的 而且非常辛苦的 这个行业非常辛苦 第二个 你一定要有一辈子 想从事这个工作的想法 要不然你很容易 就被所谓的挫折打败 因为这个行业的挫折 非常的高 因为你有 因为说真的 讲实在话 市场对于 保险业务员 这一个名词 仍然有 持在有 负面的想法 但是我们必须让他是 真正的 业务员要知道说 我们是对社会 是有价值的 他能够对这件事情 是愿意付出的 那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在这个地方 找到真正 成就一个 保险的事业 让你现在 变得很成功 我的建议还是 你的理念跟价值 还是最重要的 好 好 我们先进一段 赶到再来看另外两位来宾 跟我们什么样建议